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段氏苦命 丈夫多病 然有刘兴 使段氏感觉人生还有盼头 想尽白发欲为孩子寻衣吃饭门路 恰好娘家村里有一石匠收徒 段氏将儿子带过去 一个头磕下败了人家卫师 刘兴明白娘的苦心 虽然只有十二岁 却勤学苦练 在师父家中生生熬了六年 掌握了石匠手艺 开始自己单独干活 小伙子干活认真 手艺精湛 渐渐打出名头 三里五村谁家有活都爱找他 使他忙碌之余 大大改善了家中生活 十八九岁的小伙子 家上有手艺在身 开始有媒婆上门说亲 积番都转后 与林村一梦姓姑娘定下婚约 梦姑娘换作冬儿 家境不好 梦府看中了刘兴的勤劳和手艺 但如果要成婚 则需拿出一些聘礼 为了娶妻 刘兴开始苦赚聘礼之前 上宫时小伙救人 园外家刘兴受妻 离家七里远的陈村中有一陈姓园外 家境富裕 也不知道人家财富从何而得 却连建两片宅子 新宅子多处用石 欲要聘请一位手艺贤熟且踏实肯钱的石匠 有人给陈渊外推荐了刘兴 恰好刘兴为了积攒聘礼费用 迫切需要挣钱 陈渊外让人带着刘兴到陈村看了看 刘兴知道这是大活 当下便一口答应下来 开始为陈渊外家新宅做工 陈村距离刘兴家有七里远 按道理说 如此距离 加上工期颇长 刘兴该吃住在陈渊外家 这样上工方便 下工了也可以更好休息 可刘兴家中情况和别人不同 家中有卧床老妇 母亲一个人在家太过操劳 她生性孝顺 如今也已经长大 岂能让母亲独自承担 故 她没吃住在陈渊外家 早上带干粮去 晚上下工便回家 来回奔波 段氏心疼儿子 多次劝说 然流星不畏所动 段氏知道儿子是心疼自己 只能作罢 养儿如此 段氏甚畏 如此来回奔波 不觉将近一年 陈渊外家的活基本干完 马上就要到结账的时候 流星盘算得清楚 接了账后 就基本上够聘礼所用 加上家中多年积攒 自己就可以和孟冬儿完婚 孟冬儿自小在家中受苦 也是个勤劳人 虽然还没过门 她知小夫家境况 也知道流星为人勤劳孝顺 她心中不满父亲为聘礼狮子大张口 可姑娘哪里敢说 只盼着流星早早积攒够 迎娶自己过门 那样就可以好好过日子了 这一天流星起了个大早 因为陈渊外昨天说今天给结账 小伙子非常高兴 干粮也莫待 按照她所想 去了后 陈渊外给结账后自己就回来 因为活已经全部干完 不用再耽搁 既然这样 何必再带干粮 段氏千叮咛万嘱咐 告诉她结过账后 钱要放好 切莫在路上耽搁 以免横生枝节 母亲教诲 自有道理 流星耐心听完后出发奔陈村而去 将要赶到陈村时 天刚蒙蒙亮 路上上莫行人 她欲要放慢脚步 因为去太早 晨渊外上在睡觉 显得自己多么急躁 会尴尬 可刚放慢脚步 就听路边的庄稼地中传出痛苦呻吟 她吓了一跳 这抹早 为何会有人在庄稼地中呻吟 遇到这种事 她不忍心直接就走 万一是需要帮助之人 自己一走了之 岂不是铁石心肠 进入庄稼地后 她看到一个中年人趴在地上 全身无伤 却不住痛苦哼哼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位老先生 发生何事了 她问中年人 可中年人满面痛苦 却说不出话 难道是赶路人突发疾病 这可怎么办 刘兴想了想 如果被此人回自己家太远 因为他已经到了陈村边上 不如先背进陈村再说 想到这里 他弯腰背负中年人 大不留心般奔进了陈村 他在陈村也没有熟人 就认识陈园外 而且还是被雇佣 既然不认识别人 那便无处可去 只能背到陈园外家门前 到了门前将中年人放下 他听到陈园外家中 也有声音传出 好像很多人在说笑 他也顾不上许多 伸手拍门 想让陈园外救人 门打开 陈园外带着几个人出来 刘兴刚要说明情况 却见中年人惨叫一声 两眼圆睁盯着陈园外 这里先生 这是陈园外 他可以为你找郎中来 刘兴赶紧跟中年人解释 可中年人什么反应也没有 他竟然死了 刘兴不知所措 这身上也磨伤 怎么会突然死掉呢 想来这中年人是突发疾病 因为自己不懂 故没有发现 他现在死在了人家陈园外家门前 这可如何是好 陈园外脸色非常难看 岂有此理 好你个刘兴 你大早上背着个死人 到家门前一语何谓 刘兴大未惊慌 他只是想救这个中年人 谁能料到他会突然死去 陈园外莫要生气 我这便报官 人是他背到陈村的 现在人死了 他当然得报官 可是陈园外却白手制止了他 说此人可能得疾病而死 看样子也不是本地人 将他扔掉算了 扔掉 刘兴岂能做出这种事 就算得疾病而死 也得入土为安 陈园外听后点头 给了他工具 让他将此人掩埋 不要在自己家门前摆着 刘兴拿着工具 又背起中年人出村 找了片荒地掩埋后 叹了口气 哎 也不知道先生是何方人士 却落脚在此 以后如果有人寻找 我定将他们带到这里 说完 他提着工具又回陈园外家 本来是结账 却横生了这些枝结 自己将人贸然背负到 人家陈园外门前的却不妥 回去后要好好跟人家道歉 他这边还满怀歉意 陈园外有家中下人 已经在等候他 而且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回到陈园外家 他发现刚才之所以听到 里面有人说笑 是陈园外家里准备杀驴 这是头拨脚驴 不知道为何断了腿 站都站不稳 驴全靠腿负重 一旦拨脚 用处不大 想来这是陈园外要杀他的原因 他被人拍门 耽误了人家杀驴 此时驴全身颤抖 似乎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命运 见他回来 陈园外脸色非常难看 张嘴说了一句 让流星目瞪口呆的话 陈园外说 因为他背着人死在自己家门前 所以自己受到了惊吓 流星需要赔偿 看流星家境不好 他也不多要 把这一年工钱账顶了变形 流星听了 差点晕死过去 这怎么能行 陈园外这不是欺负人吗 这不是耍赖吗 他想要赖掉自己一年的辛苦工钱 万万不能同意 陈园外当然能料到他不会同意 所以脸色更加阴沉 开始算戏账 越算就让流星越心惊 他此时方知 这陈园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无赖 耍无赖用履顶杖 心不愤冬而惹祸 陈 陈园外你不能如此 贸然被人视我不对 可是陈园外不能克扣我一年工钱 那是在下取妻所用 陈园外万万不能如此 由于太过震惊和激动 流星话都说不完整 可是陈园外不会可怜他 陈园外加下人更不会可怜他 陈园外冷笑一声 我平白受到惊吓 需要看郎中 花费要你半年工钱 而卧床休息的时间 所耽误钱财 是你一年半工钱 由于受到惊吓 可能会影响我寿命 此乃无价 咱们把无价之事抹掉 你还欠我一年工钱 流星听了陈园外的话 简直要疯掉 这世上竟有如此不要脸之人 自己辛苦给他干一年活 到头来还欠他一年工钱 这叫什么道理 陈园外 你 陈园外见他纠缠不休 马上不耐烦 对着下人使眼色 欲要对他动粗 反正家中活也干完 再用不到这个实将 而以后自己也再不会跟他有所交集 他才不会跟流星客气 但这时候 有个下人在陈园外耳朵边低声说了几句 陈园外听得黑黑一笑 频频点头 制止了那些欲要打流星的下人 流星已为陈园外后悔了 正在期待 陈园外深深叹了口气 非是陈某人刁难你 实在咱们命不一样 不能相提并论 如若是别人惊吓到我 给多少钱都无法赔偿 你在此间干活一年有余 我是给你面子才不追究 这样吧 看你可怜 就将这头驴送你 如若再纠缠不休 那可就没好了 这驴跛脚 已然废掉 怎能顶自己一年功前 流星当然不愿意 陈园外彻底失去耐心 后退一步 下人一拥而上 对着流星拳打脚踢 最终将他和跛脚驴丢出门外 他在门外欲哭无泪 辛苦干了一年活 每天来回奔波近二十里路 到头来就得到一头跛脚驴 这冤上哪里素去 思来想去 他毫无办法 只好带着跛脚驴慢慢回家 家里段是非常高兴 因为儿子马上就要带工钱回来 而且儿媳妇也来了家里 孟冬儿这一年也等得艰难 更知道流星在为别人干活挣聘礼 此时该结算工钱了 他在家坐不住 偷偷跑来等着流星 段是非常喜欢孟冬儿 两人在屋里坐着 边聊天边高兴等待 马上要成为一家人了 能不高兴吗 当流星灰头土脸出现在家里时 屋里的段是和孟冬儿都吓了一跳 再看他牵着头拨脚驴 两人第一反应就是他在半路被人劫了 当娘的吓坏了 赶紧问他有没有事 流星摇头 一肚子委屈 将是情经过速说了一遍 段是连拍膝盖 埋怨儿子太过大意 岂能被人去别人门前 哪怕背回自己家呢 也不会闯出此祸 而孟冬儿却气闸了肺 他两眼圆睁 想了半天后开始温柔劝慰流星 流星放不下 他辛苦一年 准备用钱来完婚 沉渊外如此无赖 他怎么能放下 一直闷闷不乐 孟冬儿劝了半天未果 就说天也不早了 他需要先回家 他说完就出了流星家 段是和流星都理解 他尚未过门 不能在自己家里久待 这一阵也是偷偷出来 段是将孟冬儿送走 回来又劝儿子 可劝着劝着 他倒落起泪来 妇人心疼了 心疼儿子辛苦一年 心疼干了一年却白钱 没有钱 拿什么去取孟冬儿 这可如何是好 思来想去 段是觉得不能再刺激儿子 万一他一时想不开 去找陈渊外理论 那是会惹出祸似的 所以他劝说儿子 不行就去孟家 跟岳父商量一下 先完婚 聘礼之事 以后再补 刘星知道这样肯定不行 岳父是一定不会同意 自己闯出了祸 临结账时闹出这样的事 都怪自己 可是当看到那个中年人时 自己一走了之吗 他做不出来 唯一后悔的一点 是不如把人背回自己家 那样沉原外便找不出借口赖账了 思来想去 刘星感觉不能放过沉原外 自己辛苦一年不能白费 他既然不给钱 自己就要让他受到教训 岂料段是一直看着他 当娘的了解儿子 知道他咽不下这口气 但失去理智肯定要做出错事 到时候就是不可收拾 所以当刘星准备带刀去陈村时 段是死活拦住了他 不准他去 最终段是以死向逼 才把刘星劝了下来 非是段是胆小 他明白 儿子此去就莫好 沉原外一门心思想赖账 儿子再去要就会起冲突 儿子动刀就会伤人 到那时候才是他添大祸 刘星冷静下来后 也知道母亲是为了自己好 但终究是一难平 父亲身上有病 不掺和他们娘俩之争 但父亲却把驴的断腿给接了起来 用木板夹住后悉心照顾 段是将儿子火气压下 十来天后 他还是让儿子去岳父家商量婚事 因为去年就说过要今年完婚 如今事情生变 能商量着先完婚最好 商量不下来 就再拖一些时间 刘星最终同意下来 特意买了礼品奔岳父家而去 他绝不会想已 岳父家还有个晴天霹雳在等着他 岳父对他的到来并不奇怪 只是脸色一直很凝重 这让他更加难以张口 怎么说呀 以往过来 孟冬儿会出来 时不时帮自己说上一句话 今天为何也不见他 孟父见他开不了口 就主动说道 是不是无法完婚 他微微点了下头 我需要一些时间 孟父白手打断了他 刘星啊 我们已经等了你一年 冬儿不能一直等下去 既然你娶不了 冬儿得令嫁他人 刘星听得直接跳了起来 孟家想要毁婚 这些天发生了什么 冬儿是什么态度 魏石魔看不现他 不要想着冬儿帮你说话 他也是同意的 你也得明白 我们家不能一直等下去 这对刘星来说 是不折不扣的晴天霹雳 他心中早把孟冬儿 当成了妻子 娘也把孟冬儿 当成了儿媳妇 他贤惠勤劳 可遇而不可求 这短短一段时间 为何他们家就变卦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冬天现在又在何处 既然毁婚 那边再没有关系 孟父也对他不客气 说完后就冷落下来 刘星不能一直赖在人家家里 沮丧出了岳父家 尸魂落魄向村子方向而去 刚出了村子 却见孟冬儿正在路上等他 他心中有气 而且委屈 脸色很难看 既然已经毁婚 又何必在此等候 是要看自己笑话 孟冬儿自然知道他生气 拦住他说道 你就不想知道 父亲毁婚 是想把我嫁给谁 这有关系吗 这重要吗 见他一副魂不在意模样 孟冬儿使劲跺脚 父亲是想让我去给沉原外做妾 刘星一听目瞪口呆 究竟发生了什么 孟冬儿父亲为何会认识沉原外 沉原外又怎么会知道孟冬儿 这个沉原外是故意跟自己作对 自己又怎么惹他了 给他干一年活 他赖了账 现在还想抢自己未过门的妻子 这沉原外是想把人向绝路上逼呀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麽事情会变成这样 沉原外见过你 听了刘星的话 孟冬儿低下头 这一切要怪的其实是他自己 他前段时间做了错事 导致了现在局面 其他念泼皮抢驴 驴进家园外倒霉 原来那天他在刘星家得知 沉原外赖账 心中气不愤 出了刘星家后 他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去了沉村找沉原外理论 他一个姑娘家心思简单 哪里知道似沉原外这种人的内心险恶 理论当然是什么 也理论不出来 反倒被沉原外起了歪心 沉原外让人打听了他家所在 直接找到孟夫 提出自己要奈窃 会给孟夫钱 这孟夫原本就是个喜欢占便宜的人 要不然也不会死死咬着聘礼 不让刘星和孟冬儿完婚 此事件有人看上孟冬儿 还要给不少钱 他动了心 就有了毁掉孟冬儿和刘星婚事的心思 孟冬儿当然不会同意 可是这些天辈看得紧 他根本无法出门去通知刘星 今天是刘星到来 父亲跟他交谈 使他找到机会出来告诉刘星实情 听完以后 刘星惊呆了 气得连连搓手 有心埋怨孟冬儿为何跑去沉原外家 可仔细一想 他是给自己抱不平 自己有什么脸去埋怨他 只是 现在该如何是好 这局面如何挽回 以沉原外的性格 他肯定是许了一笔钱 自己也无法出那摩多钱 该怎么解决眼前困局 他尚在一筹莫展 就听村里跑出一人 正是孟夫 刘星走后 他在家中发现不见了孟冬儿 猜想女儿是出来跟刘星说话 所以愤怒异常追了出来 到孟冬儿身边 他张嘴便是责骂 孟冬儿不敢还嘴 只是低头落泪 刘星听得愤怒 跟孟府说沉原外不是好人 冬儿过去也是当妾 不能为钱就这样干 可是孟夫哪里肯听 带着孟冬儿愤怒回家 临走说除非刘星也拿出一大笔钱来 否则再不要来 刘星失魂落魄回到家中 一切祸事都是由自己救那个人引起 那人一死了之 自己却要承受这些倒霉祸事 正想得出神 感觉脸边有热气 转头一看 原来是那头驴将脸伸到了他身边 这驴的腿被父亲治好 此时已经恢复 这是刘星没有想到的 驴如跛脚 便是废物 可此时驴已经好起来 还是挺有价值的 寻常人家根本买不起 段氏看出儿子不对劲 难道去岳父家发生了什么意外 刘星没有告诉母亲实情 他怕气到母亲 不过段氏知道肯定出了事 心中忐忑不安 坐立不宁 如果是为钱的事 刚才不如把这头驴给卖掉了 段氏在一边自言自语 刘星听得奇怪 什么卖驴 原来他去岳父家后 有个圆外打扮的人突然在门前出现 看到驴后说可以出钱买走 段氏觉得这驴恢复后挺健壮 就没有同一脉 刘星听后皱眉 圆外打扮的人 难道是陈圆外 应该不会这么巧 他也没有理由来自己家 不过母亲的话倒是提醒了他 孟冬儿父亲要一笔钱 自己可以将驴卖掉 再凑一些 说不定就能打动孟父了 他刚想到这里 突然有一群凶神恶煞之人闯了进来 他一眼辨认出这些人是陈圆外家那些下人 他们来干什么 这些下人进院子就去牵驴 并且说刘星偷了陈圆外的驴 刘星一家人都惊呆了 刘星过去阻拦 却被痛打 最终驴还是被那些人带走 扬长而去 太欺负人了 太欺负人了 刘星气得全身哆嗦 这驴明明是陈圆外给自己顶仗的 他看驴博脚无用 所以给了自己 现在驴恢复了 他竟然让人来抢驴 还说自己偷了他的驴 有这么欺负人的吗 如果这都再忍下来 如何未忍 刘星无法再忍 拿起家中缺口菜刀就欲追出去 断是死死抱着他腿不让出门 妇人当然也生气 当然也愤怒 可是他不能眼睁睁看住儿子跳进火坑 一旦儿子追出去 肯定会出人命 到那个时候 再去后悔可就什么都晚了 不管如何 段氏算是将刘星拦了下来 可是刘星咽不下这口气 最终还是爆了关 陈渊外赖账在先 诬陷他偷驴在后 还想抢自己未过门的妻子 这种视线未并不怎么重视 因为他们正在查一桩大案 一个卸任官员在此间失踪 他们已经寻找多天未果 所以就随便派了两个在外面的冰丁 随着刘星去陈渊外嫁 这两个冰丁在外面苦苦追查已有机日 什么线索也没有 憋了一肚子火 跟着刘星到了陈渊外家后 陈渊外不慌不忙 指着驴说本来是自己家的 刘星也的却在自己家里干过活 但是工钱自己给他结清了 家中所有人都可以作证 而他偷自己家驴 家中人也可以作证 陈渊外反乌刘星是个盗贼 刘星气得浑身发抖 正要辩解 驴突然深嘴咬了牵他之人一口 那人正看陈渊外和刘星辩解 冷不丁被驴咬了一口 赶紧松开了拉着绳子的手 驴却扬起蹄子奔向一间屋子 将门闯破后进入 众人目瞪口呆时 驴又从屋中出来 嘴里咬着数块东西 张嘴丢在了地上 陈渊外看得勃然大怒 正要让人将驴带到后院 两个兵丁却白手制止了他 蹲在地上仔细看驴嘴里吐出来的东西 看了半天 两人互相对视着站起 说此事都说自己有理 他们一时也无法判断 需要去请示 陈渊外听得一脸鄙视 这多大点事 还需要请示 真是饭桶 其中一个留在这里 另一个去请示 一个时辰后 去请示的人回来 不过他不是一个人 还带着一队人 到了后直接将陈渊外 一众人给捆绑 惊呆了刘兴 陈渊外也跳脚喊冤 凭什么抓他 这时候 他们又问刘兴将前些时间 那个人埋在了河处 刘兴带人去挖出 而家里的陈渊外 此时一身是伤 显然是有人 对他使了手段 陈渊外这时候 全盘交代 刘兴听得嘴巴喝不上 因为此时他方才明白 自己埋掉的那个人 不是突发疾病 而是被陈渊外等人 给杀掉的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陈渊外才从何来 他本就是个贼 靠劫掠别人发财 在此地建起宅子 带着一众兄弟 摇身一遍藏了起来 他成了陈渊外 一众兄弟则成为了 他家下人 这人极为贪婪且吝啬 刘兴在此地干活一年 快要结算工钱了 他就想着不如重操就业 这样结算工钱 不就出来了吗 所以他带着人外出 抢了一个骑驴过路之人 还用重物击打 他们以为此人肯定死了 带着他的财物和驴回家 这驴在他们抢的时候 想跑却折断了腿 被带回家后 陈渊外遇要杀掉 靠劳那些兄弟 不料这时候 刘兴却背着 被他们所抢之人 到了门外 这也是魏石魔那人 看到陈渊外 后会大睁双眼 恐惧死去的原因 陈渊外一看对方死去 就放心 同时恼怒刘兴所谓 于是就行了赖账之事 眼看刘兴不答应 有人给他出主意 说用跛脚驴顶杖 陈渊外同意下来 刘兴带着驴回家 闻听此事的 孟冬儿心中愤怒 来找陈渊外理论 陈渊外看中他后 欲要抢人 并且去刘兴家里 想要再行威胁他 放弃孟冬儿 那时候刘兴去了 孟冬儿家 陈渊外看到了 恢复过来的驴 他越想越亏 回到家后 就让下人们去抢驴 并且诬陷刘兴偷驴 刘兴带着冰丁 进入他家 他根本不怕 不料驴突然正脱后进屋 还用嘴咬出了几枚东西 这些东西是那被抢人之物 两个冰丁认了出来 他们没动声色 说要去请示 其实是班人 如此 等人到来 将陈渊外这伙 大到一并抓获 最终 陈渊外一众人 阴沟翻船 全部被带走严城 县位用陈渊外 财务补了刘兴工钱 连带着驴也给了刘兴 陈渊外被抓 孟父的如意算盘也落空 况且刘兴此时 也有了聘礼钱 遂迎娶孟冬儿过门 此事正式完解 诸位 陈渊外是个作恶多端且吝啬贪婪之人 他为了给刘兴杰算工钱而去抢 还赖账 最终给了刘兴一头拨脚驴 这就已经做了恶 他还想抢人家妻子 看到驴不再拨脚 竟又想抢驴 如此之人 纯粹的坏 他万万想不到 自己成功抢走了驴 不过这驴可是会要他的命 刘兴善良 见人落纳而不忍 搭救后还引起了系列祸事 可是他并不后悔 最终因为驴的帮助 而得到了自己应该得到的一切 这驴非常奇怪 他竟然抱主人报了仇 看着颇有灵性 但此处的驴是个巧合 就算没有驴 四尘员外这种作恶多端之人 也终会暴露在众人眼前 只是时间早晚罢了 最终流星和孟冬儿喜结良缘 沉渊外遗众人被抓 好和恶 终究抱回了自己身上 无关其他 都不过是自己之前种下的阴霸了 您认为呢 你们以后看完这故事 我希望可能给您带来收获 如果您喜欢我分享的内容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您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